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·额尔德尼却吉杰布,在西藏开展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学习调研和佛事活动。 在拉萨市,班禅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工作会议,分别与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、西藏佛学院经师和有关专家学者举行座谈,研究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。 班禅走访了山南市多个边境乡村,看望了时代楷模卓嘎央宗姐妹,学习边疆人民爱国守边户土的精神。 他还走进村民家中,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成果。 班禅到大昭寺、扎石伦布寺、桑鼎寺等寺庙以及西藏佛学院讲经传法。 他表示,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要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,努力促进藏传佛教更好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,更好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。